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高峰停辦 然後年中中間的中 八月的時候是勇達停辦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發現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比如說教育部基本上是非常倉促的核定的這整個停辦 那會造成有三個最主要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相關的教職員 他的工作權不保 然後接下來找不到工作的問題 也就是說輔導專介等等問題 這些是工作權的問題沒有辦法被解決 就在過去這兩個學校停辦我們發現的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大問題是學生受教權受到嚴重的影響 受到嚴重的影響 第三個大問題是未來失效這些停辦的土地的利益 還有將來的各種的利益 要如何的被清算 這是第三問題 是不是有可能會變成是失效這些人 董事會這些人繼續獲得最後那個利益 所以這三個問題是我們最關心的 教育部在永達跟高峰退場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他不敢經過幾個月以後把這些成效表列出來 讓大家參考 而不要說他已經善盡到一個教育部主管機關的責任 那教育部在退場機制上面他已經經營了好多年 是不是這個制度確實可惜 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完善的制度 不知道 但是呢直接拿高峰跟永達來當作試驗品 試驗成功了嗎 我不覺得 可是他們又不願意承認失敗 在我們爭取權益的過程中 教育部警同意會改善 但是不追溯既往 那我們這些這兩個學校的師生 這些權益被犧牲了又不追溯既往 那我們算什麼比白老鼠還不如 好